我是郑桑宇 随时来点正能量 透过讨论各种大小事 让你在这混乱的人世 永远保持正面思考的超能力 各位朋友好 我是记忆的男人郑桑宇 随时为你带来一点正能量 这几天呢 我忽然收到我妈的讯息 这个并不是跟我报告 她在疫情底下呢 身体健康不是的 而是她突然传了一个照片给我 是她从看电视 谈话性节目 截录下来的一个女生的照片 某个女明星女艺人的照片 问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一看这谁啊 完全不知道 我还真担心什么前女友 完全不是 就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生 但是我妈还跟我说是李严谨 说到这个李严谨 各位对她有印象吗 其实本来她在演艺圈也还OK 也是演过女主角 然后常常上谈话性节目 但是就在前几年 她因为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跟计程车司机 这个互殴的事件之后 对她的形象 有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她就等于是暂时离开台湾的演艺圈 去了中国大陆 然后最近又回到台湾 开始想要重新打造她的演艺事业 所以开始上一些媒体 我当时呢 写过一篇关于她这个事件的文章 我现在回头看 觉得对于很多 深陷于这种情绪控管不佳 而物事的一些朋友 可以有非常多的一些提点 并且呢 也帮助可能我们一般人 有时候难免会有这种情绪失控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不要走到这个情绪失控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往往我们有时候啊 一个不小心这个情绪失控 它背后带给你的负面的结果 会大到你没有办法承受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 怎么样来面对这种 突如其来的这种情绪 来让自己的人生啊 能够在一个平稳的这个状况里头呢 不断地进步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当时写的文章的内容啊 艺人李严谨呢 酒后搭乘计程车 跟司机发生口角进而互殴一事啊 闹得沸沸扬扬 针对这个事件呢 我们可以单纯地把它看成是社会新闻 但是也可以更进一步 用宏观的角度来借此讨论 我们人在面对诱发自己 负面情绪时的愤怒管理 其实从事发的当下到之后 越错越多的每一步 每一个时间点 都可以是悬崖勒马的回击停损点 只要在那些当下做好愤怒管理 事情绝对不至于越演越烈 既然是针对愤怒管理 我将从他与问奖两方同时做讨论 从已经曝光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判断 两位女士当时醉醺醺的上车 之后司机行驶后 在红绿灯前急停 之后又看到绿灯立刻加速 而双方冲突的引爆点 终于在司机 他在某个红灯前急停 而那个红灯不到一秒 又转绿灯之后 司机加速及时爆发 根据当事人表示 车上两位女生低声讨论 这样子的开车方法 让他们有想吐的感觉 因此向司机表示 希望不要这样开车 但是司机事后表示 我们的李严谨当下其实补雷剧 你故意的对不对 这句话让司机非常火大的回复 什么叫故意的 双方就开始互相叫骂 接着情识就一发不可收拾 演变成两人的下车互殴 很多时候 人跟人之间冲突的起因 往往是导映于心理学上 所谓的认知偏误 就是Cognitive Bias 认知偏误也称作认知偏差 指的是由于人们根据主观感受 而非客观资讯建立起 主观以为的社会现实所导致 认知偏误可以导致认知失真 判断不准确 解释不合逻辑 或各种同称 不理性的结果 认知偏误完全可以拿来解析 他们两者之间的冲突 首先在乘客这边的认知偏误 让李严谨认为 司机开快车 遇到红灯急停之后 绿灯它又突然加速 这都是故意的 但这很有可能是 司机长久以来的开车习惯 并不是他故意的 如果可以不要选择认知偏差 或者知道人类有认知偏差的倾向 那么在那个当下 李严谨就不会认定 司机都是故意的 另外站在司机的角度 也许他曾经在过酒后闹市的客人 或者他前几年看过 马基尔跟日记友人 痛欧计程车司机的新闻 那个时候他就在心里想着 类似的事情绝对不能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他后来在看到 最虚勋上车的客人的时候 都会充满害怕或者敌意 甚至把眼前这两位女士 当成是可能的马基尔 跟有记龙徽 因此当他被李严谨用质疑的口气问 你是怎么故意的 你是故意的吧 的时候他会大声地回应 诱发了当事人的愤怒 这同样也是一种认知妙误 不是每个酒队的客人都是傲客 都会对他造成威胁 怀远现场 当客人问你 是怎么故意的 你如果回答 哦不是 我只是想快点送你们到家 接着立刻放慢开车的速度 应该就不会导致后来叫骂 并且互殴的局面了 而除了认知妙误之外 与他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就事论事不带脏字 也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就事论事指的是 针对眼前发生的事情 讨论就好了 不要加入情绪 例如 整件事情的起因 就指示司机开得快 又停得急 如果这个时候 李严谨跟司机说 您开得太快了 这样我们会想吐 能否请您开慢一点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正常人 听到这样的话 会情绪暴冲 但当事人采取了 情绪多于事实的表现方法 又是彪骂 又是带着挑衅的口气说 你有种都种打我啊 我想啊 除非对方是一个修养非常好的人 否则实在很难不被激怒 在遇到冲突的时候 认清目的 以始为终 同样是化解冲突和愤怒的最佳心态和方法 对当时两位女士来说 上计程车的目的 不就是想安全回家吗 如果把这个目的当作最高指导原则 在一有口角冲突的时候 想起来提醒自己 就会选择 默不作声 隐忍 或者请司机停车 换一台车回家 不就好了吗 我想对于司机也是一样 如果认清自己开车的目的 就是 一份工作 安全驾驶 遇到不理性 或者想要闹事的客人 先好好沟通 再不行的时候 叫警察来处理就好了 绝不会怒火攻心 拳脚相想 这次李严谨跟 继承车司机互殴的事件 刚好可以拿来当作 愤怒管理的最佳教材 未来 听过这个音频的你 只要不掉入认知偏差的陷阱 不要轻易认为 别人的反应 还有行为 都是针对我 并且你如果可以 就事论事不带脏字的话 同时提醒 认清目的以时为终 我相信所有的冲突 都能够及时化解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相信 这样子的情绪控管 是自己一定可以做到的 特别是当喝醉酒的时候 这个防止冲突的机制 我们要自动强化 那么从此 你的人生将没有所谓的冲突 有问题的时候 有问题的时候 也能够自动 趋吉避凶 我是极力达人 郑宽宇 总是在生活之中 透过新闻时事 还有周遭发生的事情 随时带给你一些正能量 欢迎对我的频道 点击按赞 分享 并且一定要记得订阅 这样子 我未来才能够 透过更多的社会事件 自己的故事 来持续带给你正能量 让你也每天活得 充满正能量